11月4日,200人聚集在奧克蘭市政廳 敦促州議員清點每一張選票 此前,美國總統特朗普呼籲 在選舉結果仍未確定的情況下停止計票 32歲的何塞·伯奈爾 是埃拉貝克人權中心的一名組織者 他說他對11月3日選舉後可能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 在聖地雅各東北部的柏威 一小群人聚集在路邊 揮舞著寫有計算每一張票和每一張票都順速的標牌 及格關鍵州的計票工作仍然在繼續